說到克里斯伊凡 大家第一個聯想到的應該就是美國隊長 克里斯伊凡他演活了美國隊長 這位經典的漫威漫畫人物 今天我們就來為大家介紹 美國隊長克里斯伊凡 克里斯伊凡 於1981年6月13日出生於美國波士頓 他的父親是一位牙醫 母親則是一位專業的舞者與老師 從小夾緊優渥 與他的姐姐弟弟和妹妹 過著非常普通的童年生活 因為母親的關係 家中的孩子都是往表演藝術這行發展 所以克里斯伊凡也走上戲劇之路 出道於2000年的電視劇《異性》和《校園風雲》 之後也開始接演電影 而2005年的《驚奇四超人》 也是他的首部英雄電影 而當初克里斯伊凡差點和美國隊長一腳擦身而過 主要是因為克里斯伊凡 曾經飾演《驚奇四超人》中的霹靂火 而當時他所塑造的形象 讓漫威影業沒有把它列入考量名單之中 而之後漫威影業找不到更適合的人選 所以回過頭來找克里斯伊凡 擔任這個角色 但片約1000就是9部 加上拍片時間就要花費多年 所以克里斯伊凡直接拒絕了6部的電影合約 但漫威影業並沒有放棄 克里斯伊凡也問了許多人的意見 直到最後鋼鐵人小繞布道尼親自打電話來鼓勵後 才說服了克里斯伊凡 也讓我們有了今天的美國隊長 在《美國隊長2》中 美隊與黑寡婦有不少的對手戲 很多觀眾也把他們湊成CP 而在戲外 克里斯伊凡與史嘉雷·喬韓森 是一對感情非常好的好朋友 也被譽為感情最好的好萊塢姐弟 他們於2004年的極速A計畫中認識 雖然史嘉雷·喬韓森與克里斯伊凡 在戲中並沒有太多的對手戲 但因史嘉雷·喬韓森主動初級與克里斯伊凡聊天 才開始了他們幾十年的友誼關係 而他們在豪門保姆日記中還有接吻戲 也是他們第一次在螢幕上配對 而在2010年克里斯伊凡人苦惱要不要踏入漫威電影宇宙時 史嘉雷·喬韓森也給予了不少意見 史嘉雷·喬韓森等於克里斯伊凡來說 可說是一位非常棒的前輩 克里斯伊凡其實身上有不少的刺青 而扮演美國隊長時 他身上的刺青是靠著化妝和特效才消去的 在他的右邊肋骨處有一段文字 則是為了紀念他一位因車禍而逝世的好友 才刺上去的 克里斯伊凡重情義的個性 在演藝圈中也有著極高的評價 克里斯伊凡很小的時候 母親有教他跳過踢踏舞 伊凡家的地下室還有個小舞蹈教室 克里斯伊凡也坦言 踢踏舞幫助他走過事業低迷的壓力和抑鬱 而他也在2014年自導自演了一部愛剪電影 《紐約愛未眠》 雖然電影票房普通 但這也是克里斯伊凡的一個起步 克里斯伊凡有個夢想 也就是成為一位真正的導演 或許演完《復仇者聯盟》後 克里斯伊凡也能開始追逐他的夢想